第四節的《啤梨晚報》 近年說到夏兆星 第一時間想起外星人 反而比想起歌手 新一輩的人 其實他做一些外星人節目是挺好看的 他有很多資料 有時候也會看Youtube 他接受訪問 將會告別樂壇 夏兆星有人問他是哪個年代 根據他自己說 1967年就出道 在酒店裡玩歌廳 玩音樂開始 1979年就出唱片 可能出唱片就要講《機緣巧合》 你說是不是很紅的歌 也挺紅的 但是人是不是很紅 又不算 從來都不是 那我就很喜歡Danny Summer的 其實我過去的歌都播了很多次 那為什麼今天我在他說宣佈要告別歌壇的時候 我反而選擇這個《交叉點》 就因為我最有畫面 我講了很多次在《啤梨晚報》 就是這個《交叉點》 而這樣就過去了快要40年的時間 我沒有記錯 他在《交叉點》之前 其實他也有知名度 只是那首 改日本那首 《同年是我與你家鄉中雙》 都是紅的 天美亮那首 《交叉點》就將他帶去另外一個境界 因為《交叉點》的歌就爆紅了 亦都因為這首歌 全國靠記憶的 吸引到當時一個隻手可熱的作曲人 的吸引 就找他去唱《空凳》就是林敏儀 就是林敏聰的姐姐 《空凳》其實是詭疾人口 都被認為是很少有寫爸爸的歌裡面的其中一首經典 又追憶 又曾經送他單車等等 為什麼說有畫面呢 因為《交叉點》這首歌的歌詞 就很配合他當時夏兆星 我們現在計算一下 他那些三十幾歲 在娛樂圈再浮再沉 其實或者每一個人都會面對很多人生的交叉點 就很容易代入那首歌 我有的畫面就是1985年 我有一天 我忘記了四五月都是這樣的時候 我應該就要去彩虹村考LCC 那時候我們讀商科 除了考會考之外 我們學校會跟我們報一些 就是Elementary 初級 中級 甚至高級回計 我不知道考考intermediate 還是怎樣 去彩虹村考 好像是六點鐘開考 我三四點就在家裡 衝還是糧打還是飛機 這是很正常的 在那個年紀 十六七歲 打個飛機才出門口 舒舒服服 不然無緣無故在街上 很麻煩的 家裡沒有人 父母開工家 那些還沒放學 還沒下班 打大尺勒出來 抹乾自己的身 然後準備穿衣服 收音機 那時候我家裡那部是用什麼收音機呢 我想我們那一代人 我不知道阿正的家裡 可能不是 你小時候的家裡 是不是有座 有座 音響 聽歌 有幾個 有EQ 有Equalizer 有一個唱盤 有一個錄音機 即是搭器 這是我後期我也有 但我們家裡 有一個叫三合一的東西 是一塊的 一塊的 表面就是唱盤 旁邊呢 旁邊呢 又有劇室帶 甚至乎高級的 有兩個劇室帶 可以帶過帶的 收音機又不是那部機 最重要的是那部 它本身也是抗音機 我可以去提醒 你知道我講那些嗎 你也有見過那個 很厲害的 那時候呢 我呢 就聽 咦 為什麼有這樣的歌 就剛剛 我不是第一次聽過這個 應該不是 可能那時候 我剛剛 那一首歌 聽過那兩次 覺得很好聽 然後突然間 它又播 然後呢 我打大石垃 準備穿衣 嘩 接著我家裡 我家裡應該是向南 都是 西南 有些陽光 射進來 嘩 屌裡的 那個圖片 因為我打大石垃 顯得我那個人多大 那個影 嘩 就是 經典的那張照片 就是廁所 那一段 那一段 很大 那我這麼大 一邊聽歌 一邊很感性 一邊覺得 嘩 怎麼這麼大 那個影 好了 所以我很有印象 那 考程點 我當然記得 我講過很多次 我無論考 Elementary Intermediate 還是Hire Accounting 我都是全球第一 我都很驕傲 那時候我老爸就以為 嘩 屌裡 難道我兒子讀書這麼嚴謹 無端端端 那 曾經說 不如送他去英國 讀 那當然不會 又沒有錢 我也不會 好了 那我對這個空椅 是很有畫面 那個畫面 就是那時候 我是很無憂慮 唯一的憂慮就是 未來 因為你考完個試 接著會考回考 未來會是怎樣 那些同學各有離散 究竟將來會是怎樣 其實現在回想起來 那時候才是我 當然那個是一個交渣點 是不是去外國 說話 我真的第一次聽 那些人一直聽著 下潮聲在那邊打飛機 那我沒有打飛機 我是打完飛機出來 OK 我打完飛機出來 因為打飛機 沒有那麼多用具 就是那些什麼 鹹器 只要用手 不是 有些東西要借助 那時候我就把那些鹹書 就放在我家 那個水箱上面 不是水箱裡面 水箱裡面有水 那個水箱上面 就沒有假天花的 我們有個角仔 我就放了一些鹹書 或者那個幾頁 因為太多鹹書 就有些文字 不能要 將值得留念的那些板 就是那些彩頁 代用好去 就放在水箱上面 角仔上面 頂起那塊板 就拿下來 就借助 打完飛機我出去 跟著開心機 就聽歌的 所以我對下潮聲很有感情 就不關飛機事 那次已經打完了 OK 但是那條子很大 我到現在的印象很深 我拍的 那條子很大 好了 我一直都有聽過那些歌 有買他的碟 甚至乎他後來 到九幾年 我當然有 到了九幾年 他開始出 音樂的系列 音樂 就是他會唱別人的歌 有時候會很Jazz 有時候會很不同風格 我覺得是很好聽的 2000年他第一次上紅館 好了 他接受訪問 就說 其實他很多年前 就已經是有這個 做一個告別演唱會 跟一些 樂迷說 goodbye的意圖 大家一直都拿不到場地 上個禮拜 他早兩個禮拜 接受訪問 是早兩天的事 早兩個禮拜 去拿計算機 原來入行已經56年了 為什麼呢 因為1967年就已經開始出來 甘師傅學習 那不是56年 或者是57年 第一次出唱片 就是1979年 同年事 同年事 我與你家鄉中相見 就才我們唱歌 張國榮唱歌 很多人都唱過 他說 其實 他在公開場合 說自己入了幾次 紙申請洪館都沒有反應 就想不到 他想不到 洪館方面 最近親自打電話給他 不是打電話給經濟人 他說要多謝洪館 他就告訴你 喂有期 我們都知道 其實他不是現在才去洪館演唱會 他之前 我都看過 2000年 你看過 他好看 有整個樂隊 他都有 那個就不是去國人演唱會 他邀請很多樂隊來做家庭 都是去國人演唱會 那是什麼時候 不會是2000年 應該是200多 很多年前 好了 那麼 訪問那天 我們一講一下 首先是同樣詞 空凳結他低音 是 媽媽我沒有過錯 媽媽我沒有過錯 很多 其實你講講講 其實一隻 其實一隻 我也播過一兩次 我覺得創外為主 叫做 啤酒罐 啤酒罐 人的票發 可會有命裡注定 凌亂的心 要犯幾多犯財平正 你有沒有聽過 我學過幾次的 而當一天 啦啦 令我抹發罪 誰令我 啦啦 什麼 啦啦啦啦啦 還讓我心碎成了粉碎 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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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歌 他說 有些人就是 measure 結他唱歌 是 有些人就是真的彈結他 是 但你不要這樣說 我是屬於 measure 結他人的唱歌 來的 但不止我 那你當然講那些 但你不止我 是好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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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去 練那幾個 chord 即我不學就不知道 都亂都這樣按的 我懷疑有沒有博 amplify 因為 我屬於你 都沒有理由這樣彈的 是吧 好啦 好人多的 是吧 那通常如果Bang出身就不會的 最多差點 譬如你說阿波 好像差了 我那次看又不是 不過他們那些已經入了血 一年 他一練 那次我看他 去年 即是今年 當然有時你不勤力去練習 歌牌會差 當然要練 但他從來都是彈結他 他入了血 即是要練 即是如果你說阿B那些 就能夠爭 因為他不是那一派 他就是吹失風 彈鍵盤 好了 那天記者說 咦 很多人年輕人跟他合照 不過就不像我們這樣 覺得他是唱歌的 是因為UFO 即是他講這些 以及出過漫畫 那天眼 我知道他出過漫畫 但我沒有這本 你有沒有看過 天眼 即是他講UFO的漫畫 他說他很感謝 這一群年輕的粉絲 但他更加多謝 就是究竟誰把Danny Summers這個名字 即是變成一個House of Name 在香港算是一個 即是家傳無曉 算是 即是不紅 他說就是 擁護了我這麼多年的粉絲 他們支持我 支持到我上洪館 第一次是2000年的11月 所以為何今次 告別一定在洪館搞呢 那麼多年去叫經理人 跟他申請 他說 因為要好好看看 讓我的粉絲都覺得 他們這麼多年支持的人 都仍是有這個份量的 那倒是 如果那時 那些粉絲捧到你去洪館 現在你去醫館 是會更悲傷的 不知大家 不過在看那年是哪一年 應該不會是2000年的 應該是2000年的 應該是200多的 但那時很小的時候 200多的 找很多樂隊做 有太極過城 好像有他們來訓 有很多的 他們說 回到洪館組的完結 就等於跟支持我的粉絲說一聲 留一個好印象 因為沒有他們 沒有我 沒有夏兆青 也沒有他們 也沒有資格在洪館開這個演唱會 大家都心中有數 跟我一起長大的 支持我的粉絲 其實我們年紀都差不多 他們還在支持我 我很開心 當然 他這個告別報道一出 其實都 不多不少 是有些洪農 年輕人可能不覺得 甚至乎 他說 他的姐姐打電話給他 他現在在美國打電話給他 他說 你說退休 不唱就不可以再唱 這也是的 這也不是的 有些人退休 但很多人都 你看 Sam 是呀 哥哥呢 那時候 菊姐呢 好了 他說 其實那個秘密要跟大家說 他說其實我不是很喜歡唱歌的 這個真的是秘密 我就一向知道 因為我看過以前的訪問 我喜歡去 他其實最初最初是打鼓的 然後他們在樂隊 是小孩子 在樂隊 跟班學習 學結他 那時候那些人不知為何 可以學到這麼多樂器 是吧 好了 那 他說 有一個住在樓下的街坊跟他說 他說 Danny 二十幾三十年來 我只聽到你練結他 聽不到你唱歌 你怎麼不唱歌 夏兆星就說 其實 唱歌是他的職業 因為他經常唱 唱這麼多年都累了 他就不想 隨便唱一首歌 又或者他嘩 唱一些你們喜歡聽的題材 他說 他已經出了很多唱片 第一 他不是那類人 就是嘩 唱你喜歡題材的人 第二 他真的唱得很累 他說 不過他不唱歌 就不代表他會不玩音樂 他說 其實過去這十年八年 他很喜歡玩這個 Walkabili 我都不知道什麼叫Walkabili 鄉村搖滾樂 他說彈結他很開心 不過這是一個私人聚會 他也在訪問上說 其實原來出道五十幾年 一隻手指數得了 去登台走負尹真銀 因為登台走負尹真銀 其實在紅館有之前 或者現在也是 其實 真的要穩真銀 真的要登台走負尹真銀 真的要登台走負尹真銀 你只能看 剛剛我們有個Facebook朋友 跳舞的 他在加拿大 就跟程繩伴舞 慳皮道 程繩在加拿大演唱會 就是一個Stage 一個郭富城 一些我沒有猜錯的 甚至不是like music 半島音樂 然後有兩個女生 就是我兩個朋友 跟他換舞 這樣就叫做一個show 完全 其實你問我 我不知道那個是其中一個拍 還是怎樣 是完全不配合這個天王的身份 但是這樣說 你就會明白他是賺到錢的 嘩 如果不是 你的場館多大 你收到多少人 你現在對樂隊去 搞不好 太極加Fans那個就是太極 太極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早幾年 太極加Fans那個 都很多年 有多少年 十年都有 沒有那麼久 好了 但是早那一陣子 太極也有一個show 夏兆星有做 guest 我看過 可能前幾年九龍灣 夏兆星加追咪聽 那個嗎 應該不是那個 是九戰 好像是 那個應該是早四五年 三四年 那些 好了 夏兆星就說 其實他一隻手指錯了 為什麼呢 因為 他認為 他登台走火 是配合不了他 所以有一次在後台和羅文 他認識了羅文幾十年 因為羅文是 就是唱歌《Danny》出身的 羅記問他 《Danny》 最近去哪裏找食 有沒有出埠 他就試一試沒有 他說不是吧 那為什麼呢 他就沒有出聲 難道他踏狗 羅記嗎 因為他根據他 他說 他去哪裏 你去到 你去到 真的登台 不要去做到了100分 你起碼要去80分 但是去到 減掉到30分 20分 那麼你如何做呢 那意思就是 為什麼呢 其實走浮 大家知道的場館 收到多少錢都好 如果真是一對Full Bank 或者帶40個舞蹈員 他們真的搞不定 不過這幾年做了一兩年不同 因為多了香港人外面 會好些 即是可以有些大的場面 現在外面有些都是幾千人的場館 但這次他告別演唱會 他會認真考慮 第一是告別 第二是他想和那些聽過很多年的歌迷見面 第三是原因 因為現在多了唐人在外面 他們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使得起錢的唐人都未必會聽他們的歌 聽心馬仔就會 人數不夠 現在希望他就說是這樣的 無論如何 我不知道有多少錢買票 我相信夏曉星不會像IU 這樣一分鐘買票吧 我覺得我真的會去看 因為我連他的演唱會 LB 我也有 我應該上次和閹雞都是看夏曉星 上次和閹雞都不去看我也很後悔 閹雞? 即是上年告別那次? 對,告別 他不會再出來吧 我要支持阿強和陳友 阿B呢? 阿B也OK 我現在也有聽阿B的歌 阿B在警察拍他唱歌 是嗎? 是嗎? 是呀 韓是香港前幾天 我不會理 我現在有時在車上都會聽阿B和阿倫 因為我平時在家裡不能聽 我在家裡聽給我老婆叫 那我就自己在車上聽 我是聽過你歌大的 好吧 她 reaction 不動聽說 我根本就想不到另一首 不動聽說 噇 那 mieli鬼 什麼地方 當然給我聽她的 irk 你看無故 要開 Academ 為什麼呢?我真的看過你歌曲戴,很慘啊,大哥 我還沒算慘,所以我粉絲講過哭啊 為什麼啊? 他是陳詠麟的歌迷會那些人來的 不想哭啊 現在在爭論他,你也不用哭啊 很能激氣啊,真是激動啊,很能激氣啊 你不要胡說這麼政治啊,沒什麼特別的 你說如果說哭呢,你問我,我不是說他們了 突然間我不是說他們了 立場不同,真的不重要啊,我覺得真的沒什麼所謂 但是你事到如今,你還跟這些混蛋一起踢球 你就不用說話的了,真的不用說話 我已經擺明是那個混蛋來的了,是不是? 屌你老母,喂,譬如填海,我都沒那麼奇怪啊 在這手影裡,別人過來跟你拍照,那你也沒辦法啊 你不是啊,你真是喝茶踢球啊,說什麼東西啊,是不是? 好了,讓一會兒我們先說完這段新聞 我們很快就說這段新聞,其實我已經作出這段新聞 我們有嘉賓主持,就是楓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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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楓慧 在泰國,有兩個旅遊客,去餐廳,吃完東西,沒有給錢 吃完之後,急急就走 餐廳於是公開了兩個女生的照片 希望他們回餐廳,給回這2696泰豬,即是大約 四五個水,五六個水的欠款,但是兩個人一直沒有出現 綜合報道,泰國曼谷環石區,一間海鮮燒烤自助餐廳 咦,五百多元,二百多元,一個人都貴啊,不大海鮮燒烤啊 在Facebook的專頁裏面發post,他說,當晚,即是十二號,八點鐘 有兩個女人到他們的餐廳,吃完飯之後,忘記給錢 他都用這個時間用得很好 用餐結束之後,就慢慢走出去,然後就急急急,然後就跑,離開餐廳 好似吃爆黃餐啊 於是餐廳負責人,就在網上公開兩個人在店內用餐的照片 也都上載了兩段分別是長七秒和九秒的店舖監控影片 嘗試尋忍,希望他們回來給錢 片裏面見到,這兩個分別是穿黑色裙和白色裙的女人 從餐廳的樓梯走下樓,接著開始急步走,然後就走 好,外表難以確認對方國際,待會我們再給大家看 你們去確認,OK 店主說,唉,今年真是不老禮了 過了三個月而已,已經遇了三宗吃爆黃餐的事件 而且,屌你怎麼都是這些,含家產 好了,事件裏面,兩個女人總共吃了575元港幣的東西 他們一直沒有回來埋單,根據他們泰國公司的規矩 就是要負責那張餐桌的適應去埋單,OK 真是很慘 真是很慘 餐廳覺得,唉,搞得那個年輕人,那個大學生來做兼職的 要為他們埋單,都很難過,不過都無可耐可 那你可以在餐廳使用一些市民 好了,事件在網上,引來極大迴響 看完片段,那些人認為,擺明這兩個混蛋不是忘記付錢 是真的想吃爆黃餐,跑得這麼快,明顯是淘汰等等等等 整個這麼快,跑得這麼快? 餐廳負責人回應網民說,放心,我已經免除了員工責任了 I'm so sorry about him 這一部分呢,沒辦法,由商店代替的收入負責 因為他們做兼職的可能都是十多二十歲 同時,他又說,其實遊客都還有很多的 好像這些,毫無歉意的人 雖然都不少,但是本身也真的有很多好的客人 不知道哪裏 好了,事件在網上流傳甚講 連中國網民都留意到相關事件 紛紛轉載和留言批評片中女子的行為 但最後呢,負責人都說 有一個男人,是中國人來的 主動去店裏面為兩名女子付款 他說這個善心男子會講幾句簡單的泰文 即是受話至級 他雖然不認識那兩個女子 他說純粹在中國的社交平台 小紅書上看到相關的事件 他為這兩個女子的行為感到抱歉和尷尬 也都很同情餐廳的適應 所以他說我給了 也都希望餐廳 乃至泰國大眾明白 事件是個別遊客的行為 泰國網民就留言說 這個世界上 就算是中國也好 看一看 就算是中國也好 都還有好人的 事件能夠這樣結束實在太好了 多謝這個哥哥的善意 很亂心 你想想 我不是說這兩個遊客就是中國人 但是 那個 就是潛台詞 言下之 就算是中國也有好人 首先 中國當然是有好人 好嗎 老實說 你如果那些小朋友 年輕人的時候 會不會這樣呢 我有試過 我有的 我年輕人的時候 但是呢 你稍微大一點 你也不會做這件事 我更加尷尬就是 譬如說現在 譬如我 認識一條女兒 不要說老婆 我說 喂 你老婆是 你不如吃完酒吧 喂 你 你講不出口啊 同一個女孩子 這麼想要你 吃飯 怎麼沒錢就不要吃 就是 是吧 好了 我們先看看照片 大家看看有什麼角色 嘩 這個是你走進來 餐廳吃飯 那時候晚上七八點 據說 但是可能 日口未下 OK 你兩毛 很明顯 這一生的依障 很明顯 我就已經覺得 OK 特別是 其實黑色那個已經很明顯 白色那個也很明顯 加上簡直是百分之一百 下一張 哇 他們坐下 大塊朵耳 因為這個是 燒烤自助餐 你當然不要吃虧卓 吃虧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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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吃虧卓 又吃虧卓 好了 接著 離開樓梯 為什麼 我特地 連環相 我CAT這張 後面那個 其實前樓 都在走下去 但是 都是走下去 但是 去到最低的級 開始有些 大步 慢慢走 就是這樣 你在那裡不會走 在那裡走就很養眼 你試試看後面那個裝扮有什麼 好了 第四張 吵你老母 是 開始天黑了 還有第五張就沒有了 OK 走 吵你都出去了 就是裡面的人見不到你 吵你便走 回來 真實說 吵你老母 我們香港 香港 是不會有這種人 因為沒有這麼想到老人家 吵你衣服 會不會有人走錯 會 香港也有人在台灣 做人家宿舍 拔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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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但是 你看看這件 吵你老母 是真真正正的策出國際 最過關的就是 在大陸小紅書 微博 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真是吵你老母 吵你老母 喂 大哥 不要想你去哪一個人 報警 吵你老母 支持報警 這是我們偉大祖國 證明我們祖國真的有很大進度 這樣就報警拉丟去吧 吵你老母 你不想到吵你老母 吃幾個水 喂 沒錢就不好吃 人家少本生意在這碗 是吧 欸 我們不去的 這些東西都要放在那裡 喂 有些人是這樣的邏輯 好啊 星辰